PIS-5如何在候鸟浏览器上面使用 首先还是打开我们的PIS-5 登录我们的账号 能看到在主界面上有 账户名、IP地址、代理数量、代理信息 接下来选择国家 选择城市 点击开始 选择任意一个端口 这样选 再点击Forward List 复制 新创建一个环境 点击Saxo 输入对应的端口值 检测一下 可以使用 点击运行 再试一下 访问亚马逊 再试一下 OK 可以正常访问的 我可以使用 我可以使用 访问亚马逊 我可以使用 访问亚马逊 感谢观看